你熟悉的可口可乐 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城镇里 他们喜欢喝的不是水 而是可口可乐 他们对可口可乐的倚存 消费和信赖 结果超过40%的居民肥胖 超过35%的人患了糖尿病 每年有很多人去世 这次我们会看到可怕的现实 这个小镇四面环山 海拔2100米 位于密西哥哈帕斯州 圣克里斯托亚尔 马亚人在这个镇生活了数千年 是你最能够感受到马亚民族的一个镇 在这个镇 可口可乐成瘾的人 急增 这个城市已经成为 纯拜可口可乐之城 这里每人平均喝2.2公升的可口可乐 密西哥被称为世界上 消费可口可乐最大的国家 超过了美国 其中哈帕斯州 到现在为止 可口可乐的消费 是人均最高 是密西哥其他地方的5倍 很高兴认识你 我名字叫Lewis 你好我叫罗尼亚 你好罗尼亚 我们要去茶木拉镇 是吗 茶木拉镇你很熟悉吗 我在茶木拉有一些朋友 我有了解他们的传统 我想这个对你来说 会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好那就出发了 这个村庄叫茶木拉 这个村庄叫茶木拉 据说是全世界因可可乐 而成为死亡人数最多 人口有8万7千人 他们都是原住民 除了西班牙语 他们还使用土著语言 该村庄 清自己有当地政府 和警察部队 直到30年前 为了保留该村庄的传统 完全不欢迎外来者 令我惊讶的是 这里有很多可口可乐的标志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多可口可乐标志 我刚刚数了一下 5678 太多了数不清 感觉就像墨西哥的小镇 这里有着自己 独特文化的小社区 环绕四周号从大人到小朋友 我们手里都拿着一支可乐 这里没有人喝水 商店的雪櫃 全部都是可乐和碳酸饮料 请问你一天喝多少瓶可乐 这个很取缺于个人 喝得多个人 一天大概是4-500ml 所以就是 每天就是2-3L 我小时候 就在这里开始喝可乐 那时候我妈也开始喝可乐 我妈一天喝3-4-500ml 大家都在这里买各种的碳酸饮料 大多数人喝水都不多 为什么 我不确定 我觉得他们不喜欢喝水 例如 就我来说 我通常只是喝碳酸饮料 有时一天只是喝半杯水 妈妈也不喝水的 只是喝碳酸饮料 为什么在这里的人 从小就喝这么多可乐 因为我们喜欢可乐的味道和甜味 听着家长都给小朋友喝可乐是不是真的 是的 很多小朋友从小开始喝酸打水 看看那边的小妹妹 她都在喝可乐是不是 她们几岁开始喝可乐 大概是2岁左右 有时会更早 我有一个三岁的孙女 她开始吃固体食物之后 我们就给她喝咖啡和炭酸饮料 而不是牛奶 这里不喝可乐的人很少 这里的人非常友好 窄眼一看 她们好像在封闭着 但是一开始跟她交谈 她们就非常友好 真是不可思议 两岁就开始给她喝可乐 这里周围都是可乐的牌 这里有可乐,那里有可乐 进店里几乎全部都是可乐 这里只有一排是水 假装全部都是可乐 你这里巴士和可乐 哪有人有人气 我们这里茶木拉镇 一般传统都是喝可乐 为什么这里的人不是买水喝 而是买可乐 是否因为可乐比较便宜 不是呀 因为可乐是我们的传统 价钱完全没关系 这里水是便宜过可乐 然而有拜访卖人时 我们都会带可乐去做纪念品 送礼 你带可乐是表达尊重是不是 没错 这样才算亲切 所以可口可乐是亲切的表达 茶木拉镇以前的水和可乐是一样价钱 看来不是价钱问题 所以他们来说 补充水不是用水 而是用可口可乐 这个茶木拉镇可以说 完全被可乐洗脑 在茶木拉 可口可乐被视为一种传统 和习俗 即使我们病了都会喝可口可乐 在传统上 人们不会在教堂的仪式上 喝可口可乐 很多其他活动都会喝可口可乐 人们会说 可口可乐会变成糖尿病 但事实并非如此 可口可乐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一部份 我们不认为可口可乐会对我们有害 我们认为 这是对茶木拉的传统文化至关重要的好产品 现在他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份 可口可乐是仪式活动 节兴和文化节兴的必备品 採访了阵上那么多人 似乎他们没有意识到可乐是不好的东西 相反可乐被认为是好东西 顽固这个小镇 你看看周围他们都是吃甜的 看看他们早餐吃什么 可乐还加个 蛋黄酱的甜面包 有人会说可可乐导致糖尿病 但我们不认为这样 糖尿病是由家庭问题所引起的 或者是因为工作压力 或者是跟家人争吵 才是导致糖尿病的原因 我家里每个人兄弟姊妹 表兄弟姊妹都没有人有糖尿病 糖尿病是个人问题所引起的 是担心或者恐惧 这些都是导致糖尿病的原因 你即是说糖尿病和可乐是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 走过这个镇 不是只有可乐和宣传牌 连桌子都是可乐 甚至南球场都是可乐提供的 好像是可乐兴建的村庄 看看这里的帐篷 这个小镇可乐 好像提供了很多 南球场等运动相关的设施 导致糖尿病的主要原因 是饮食 如果你真的关心人的健康 应该叫人停止饮可乐 实在太奇怪了 整个茶木拉镇沉醉在可口可乐里面 为什么这里居民每年消耗是超过800公升的可乐 而不是水 茶木拉镇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墨西哥查巴斯州虽然雨水多 但是缺水 还有他们的水道水被人落了很多缝 原因是1970年以来人口迅速增加 但是这里没有污水系统 越来越多人产生的垃圾和污水倒入河流 水受到污染 此外在哈帕斯州 森林的砍法很严重 由于气候变化与水量减少 导致居民饮用水不足 水只要用卡车运到井里面 饮用水和可乐差不多价钱 而这次的缺水问题背后 似乎隐藏着居民和可乐公司之间的巨大冲突 我来到哈帕斯州的可可乐工厂 这个工厂一日生产30万枝可可乐 在1994年建厂之后 可乐公司就抽取地下水 每日有权抽取100万公升 社区和环保组织 说可可乐厂正在导致当地饮用水枯洁 工厂的所在地 在圣克里斯托牙斯 这里有21万人居住 基本上可可乐为每位居民使用地下水 一个人是4.6公升 在2017年到2020年 举行了反对可可乐的示威活动 以确保居民获得饮用水 可可乐和合作伙伴 否认承担任何责任 他们表示原因是基建薄弱 政府投资不足 气候变迁等原因 国家水务局都意识到这个情况 并在2020年做出关于居民或可可乐 是否可以取地下水 可可乐再次取得地下水使用权 可可乐声称了解居民的痛苦 他们种植了超过20万棵 树安装了 19个储水桶 然而很难相信 每一天可以取代100万公升水 直到今天也存在一个问题 可可乐似乎收集大量的水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镇里面供水系统使用受污染的水源 然而可可乐使用地下水 他们在西侧的火山 附近的地区抽水 那里拥有镇上最高品质的水 好像可可乐公司这麽大的企业 可以透过与政府合作 确保优质水源 居民别无选择 只要可以喝受污染的水 这个是非常不公平 是不是他们喝不到安全的水 所以就变成 喝大量的可可乐 这个就是糖尿病的原因 所有人都大量喝可乐的原因 首先 可乐在这个镇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他们在推行不当的广告策略 例如在不久前 在学校的场上 画了可可乐和其他 充满糖分的碳酸饮料 的广告 他们说做一个篮球场和足球场 并在上面画可口可乐的广告 小朋友从小就看到可口可乐广告 在墨西哥城 墨西哥市 日本到处可以看到不同企业的广告 但是好像茶木拉镇这麽的乡下地方 只有可乐和其他炭酸饮料的广告 可口可乐似乎控制了整个墨西哥 墨西哥的碳酸饮料 可乐支配了百分之七十 哈巴斯州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原住民 自1960年以来 他们一直都是可口可乐广告的目标对象 广告用了原住民的服饰 移识 语言 大公司的行宿技巧是非常可怕 在茶木拉镇 可口可乐甚至用于 移识里面 人们认为可口可乐是与神沟通的必须 还有可口可乐还有治疗功效 自古以来 这个小镇就相信 喝可乐入一些气出来 可以去除体内的污脏东西 可口可乐被誉为一种神性的饮料 碳酸饮品亦是供奉神的祭品 现在我们去一个叫加门的家 这个村庄有自己的宗教 有天主教 基督教 和万物有灵论等多种宗教 可乐对仪式有多重要 这位女士就说 有女巫用可乐 来诅咒人们 这个就是患糖尿病的原因 女巫会用可乐 和齋干了的鱼 然后就会让目标人物生病 他们诅咒自己妒忌的人 如果有人成为攻击目标 我们会将可口可乐 放在祭坛上祈祷 这个就是为什么可口可乐 我们用于用来救赎仪式 那你认为可口可乐 和糖尿病无关系吗 没错 当女巫用可口可乐 导致某人患糖尿病 我们必须拯救他们的灵魂 女巫将灵魂出卖给魔鬼 为了拯救灵魂 我们必须归还女巫 在咀咒中使用的一切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用可乐祈祷 消除伤害并拯救灵魂 将可乐还给女巫 那喝可乐可以治疗糖尿病吗 没错 当你未患有糖尿病时 仍然有帮助 可口可乐进入宗教地区 太不可思议了 宗教是人们文明中最重要的事情 墨西哥的可口可乐虽然是最好饮 但它的糖2L就有200g 在里面 这个是健康摄取量的4倍 DNA都会有关系 远珠民特别用于尾弯糖尿病 他们主要粮食是水果蔬菜 但现在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们饮食已经变成便宜的糖果和垃圾食物 他们饮了很多可口可乐 尽管身体不习惯过量的糖 网络出现之后 人们着战意识到可口可乐对身体不好 但似乎没有影响他们 2019年的查伯斯州 大量死亡的原因 都是涉取糖过多 缺血性心脏病 慢性心脏病 糖尿病 肝烂化等 超过60%的人 在10年内因涉取过多糖而死亡 糖在这个地区是致命的毒药 我们来访问当地一位医生 今天真是多谢你给时间 你是茶木拉镇的一位医生 没错我是医生 是负责处理紧急情况 是不是可口可乐的原因 令到人患糖尿病呢 变成糖尿病的过程 我们单纯去看这个原因 可口可乐变成糖尿病的原因 是卡路里的影响 身体试图尽可能吸收可口可乐 但是为了吸收需要从胰臟分泌很多胰岛素 当可乐过分地去摄取之后 可口可乐过分地去摄取 胰岛素就会用尽 变成糖尿病 据我在医院看到的 人们死于严重的糖尿病病发症的年纪越来越少 尤其是男性更容易英年早睡 就算他们没有因此而死亡 他们都会留下永远的残疾 他们可能会失明 四肢被截肢 可能不得不忍受身体的限制 哈巴斯就很多人在40岁时被截肢 从此无法运作 自2000年开始 违心特担起 墨西哥总统 原来1975年到1979年 曾经是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看来可口可乐这间公司得到很多资金的支持 对于可乐与居民的缺水问题 有人表示可乐取得取地下水权是有政治原因 做一份提高软性饮料的税率 为防止墨西哥过度消费糖 但后来逼于压力将它延后 2014年又将软性饮料的税率提高 但消费没有太大的改变 墨西哥仍然是世界上 消耗碳酸饮料最高的国家 如果可可乐与居民分享其拥有的水 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这个绝对不会发生 我们在茶木拉文化中心 听到这些有趣的故事 我们来采访一下 茶木拉人如何看待可口可乐成为他们文化一部份呢 近来可口可乐的故事很多 历史上 这个小镇是不存在可口可乐 是用了一种豆 这个是不是水呀 Poxy 是一种玉米的蒸留物 酒蒸 仪式上使用了豆和水 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一种名为 Caselsa的炭酸饮料 进入了茶木拉镇 这七起的前身 当时的人就立刻爱上去了 因为他很甜 很好喝 之后事情又开始发生变化 可口可乐就来到这个小镇 可口可乐的行销非常之成功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并且深深融入了茶木拉的生活 现在可口可乐出现在文化活动 宗教活动 政治活动 和精神场合 有趣是他对这个小镇非常重要 但人们没有意识到可口可乐 实际上带给他们麻烦 这样可口可乐是不是在茶木拉镇赚到钱 绝对是 茶木拉镇 在哈巴斯州可口可乐销售量最高的地区 由于可口可乐有一种 饮了会上瘾的物质 人们就开始饮得越来越多 他们开始认为可口可乐很好 因为味道好 但是漸漸地糖尿病的出现 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 大概有90%的茶木拉人 因为糖分涉取过多 而患有糖尿病等疾病 现在茶木拉镇有很多人死于糖尿病 该地区生活以社区为中心 当新事物被社区接受的时候 每个人都开始做同样的事情 我想可口可乐知道这个习族 这个就去针对茶木拉人民 开展业务的原因 茶木拉镇 社区之间的连结非常之紧密 有时透过旅行社看到社区的正面 但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这里就是社区背后的负面 例如茶木拉的一个人被洗脑 村里面每一个人都会被洗脑 墨西哥总统有亲自拜访了茶木拉 与这个村庄建立了良好关系 并让他们参与投票 来自大公司的人 在这个Chamuna镇 都会做出各样的事情 例如他们在这个村庄赚钱 或在这个村获得选票 可口可乐不仅破坏了茶木拉人的健康 还破坏了他们的文化 可口可乐从不关心人们的健康 尽管可口可乐在全球承诺 五乡儿童做广告 但由于这里人口大多数都是儿童 因此儿童成为他们做广告的目标 他们应该停止做广告 停止参与政策 政治 政策政治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好象可乐可乐这些公司不应该参与 以及干预 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 觉得是一种充满 爱墨西哥所有理由的小镇 例如 看起来他们并不严肃 但一旦形成联系 就会很深厚 我感觉到有一种信任感 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这是墨西哥小镇的独特之处 但我们喜欢的城市被别人 谋取利益的时候 我们感到很难过 我们今次深深体现到 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真是要深深思考下 我们日常生活中隐藏着的东西